我觉得每个行业就是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 主持人也好 经纪人也好 都会有一些行业的 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忌讳 主持人其实最大的忌讳就是只说话 第一不听话 第二不动情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 包括我们在说很多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东西 你根本不了解背后是什么故事 我们的表达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 因为我特别赞同萨老师说这个 因为我自己感受过 就我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做好的话 会给对方带来多大的力量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歌手的总决赛的时候 然后就是何老师在舞台上说那句 他就说是希望大家就是不分场合 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周深 就那一下其实就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对方的力量完全感受到的力量 是这句话诚意上千倍上百倍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共情和那种 其实我觉得每个行业可能有自己的特性 然后也会有一些共性 那比如说我觉得在跟人相关的行业里面 保密性就是很重要的 对保密 不能把你服务的艺人的任何资料告诉给 我连家人朋友我妈问我 我们公司艺人的八卦我都从来不说